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恐怖电影 室友 故事开始 在某个晚上 警方在一栋大楼内发现了三名相关人员倒地 且都大量出血 送到医院后 其中两人已经确认了身份 分别是邱伟春海和宫藤千姐 经过调查得知 春海有一个室友名叫西村栗子 可能是重要的案件知情人 这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时间回到三个月前 这天 春海意外遭遇了车祸 被肇事者千姐送到了医院 目前已经脱离了危险 事后对方又专程来到医院慰问 并表示自己会承担各项费用 随后千姐一旁的朋友说 当事人双方面谈会使事情复杂化 所以物工费之类的之后会由他来处理 说完两人便告辞 临走时 千姐又深深地拘了一躬 两人走后 一个护士走了过来 和春海聊了起来 然后又拿出了一个日记本 说自己下班的路上 路过案发现场 捡到了这个 看到日记本 春海很高兴 这是很重要的日记本 随后春海发现 自己和这个护士很合得来 说这是他第一次遇见这么懂自己的人 护士自我介绍道 自己叫西村丽子 不久春海就打算出院 丽子告诉他 他也打算辞掉这个工作离开这里 然后他向春海提出了一个想法 他们可以合租 这样他也可以照应一下还没完全恢复的春海 春海当然是欣然接受了这个知心朋友的建议 就这样他们成为了室友 在期间 两人相互帮助 丽子也是主动要求帮春海处理车祸后保险的事情 这种事情比较麻烦 而自己正好懂一点 考虑到两人生活习惯可能不同 他们决定不会过多干涉对方的生活 而且他们还用一本日记本作为联络日记 可以写下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之类的 晚上 春海在日记上写着 像这样知心的朋友还是第一次遇见 想一直在一起 之后 丽子在下面写道 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一个月过去了 春海在和丽子散步时问他 保险的事情怎么样了 丽子说对方很奇怪 约好了见面却又临时取消 在路上 他们看到路边和宠物玩耍的小朋友 春海想到自己还没有养过宠物呢 这时 丽子的神情突然变得很可怕 他说照顾宠物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他们的寿命比人类短很多 就在春海还在不知所措时 丽子又突然变回了正常的样子 提议偶尔也奢侈一次 于是两人一起到了一家高级餐厅吃饭 在餐厅里 他们见到了之前 在医院照顾过春海的一个护士礼箱 丽子在途中去了一趟洗手间 正好又碰上了他 两人寒暄一会儿 突然丽子又露出了可怕的神情 说能遇见你真是太好了 李香被吓了一跳 赶紧离开了洗手间 而留在里面的丽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又说了一遍 能遇见你真是太好了 说完 丽子的表情突然又变得很慌张 赶紧跑出去就和春海离开了这里 晚上春海刚睡着 突然听到外面 丽子似乎在和一个叫玛丽的人说话 丽子说刚才那件事 自己对李香什么想法都没有 对方却说他的脸上明明写着去死吧三个字 两人争吵得很凶 最后丽子说到此结束了 不会再找你帮忙了 不要再来了 春海起床出门看了看 却发现并没有别人 这天春海到医院进行复健运动 千姐又来这里找到了他 千姐想问他是否记得车祸发生时的事情 但是一般都不会记得那一瞬间的事情 两人就这样尬聊了一会儿 在回去的路上 春海碰到了两个小朋友在发寻狗启示 养的宠物狗不见了 春海表示了同情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 但没想到 他回到家便发现地上的血迹 一旁的锅子煮得咕嘟咕嘟的响 他颤颤巍微微的走上前打开了锅盖 看到里面被分解成几块的狗 春海吓坏了 发出了一声尖叫 这时 丽子出现在他旁边 双目无神 当春海问他锅里怎么回事时 丽子突然清醒了过来 往锅里一看 也吓了一跳 他赶紧拉上了窗帘 说家里有人来过 两人还在迷茫中 一个电话打给了春海 是千姐的那个朋友 来问关于保险的事情 对方说 打这个电话 是因为一直联系不上丽子 春海看了看丽子 又对电话里说 他们现在有事下次再说 之后他们把那个锅扔掉 又换了门锁 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又一个月过去 春海再次来到了医院 做复健运动时 恰巧碰见了千姐 她是来参加这里一场 慈善演唱会和研讨会 于是邀请偶遇的春海 和她一起去 春海也同意了 在演唱会上 春海发现 合唱团里有一个女孩 一直没有出身 脸色也很难看 活动结束后 千姐得知春海正在找工作 于是向她提议 到自己的公司上班 虽然说是公司 但目前只有她一个人在运作 她也希望有人来帮忙 但是春海并不想依靠他人 没有直接答应 不过她表示 如果千姐找不到更合适的人 自己愿意来帮忙 这时千姐的朋友 正好也过来了 她跟春海说 还是没能联系上丽子 没有商量出同意书 他们也暂时无法支付医疗费 春海表示 自己已经知道了 随后便告辞了 但没走多远 在一个小巷子里 就看到了刚才 没有唱歌的那个女孩 蹲在地上 理事长看到后 叫出了她的名字惠里 并把她带去休息室去休息 临走时惠里看向春海 春海在原地愣住 神态也显得很奇怪 不远处的千姐注意到了 她突然觉得 她这种样子 在车祸时也出现过 于是她追了上去 叫醒了春海 然后给出了自己公司的名片 请她再考虑一下这件事 后来春海和栗子 在吃饭时看到新闻 李湘护士被人用牛酸泼面 滚下阶梯死亡 凶手是一个 穿着花裙子的女人 春海看到后心里一颤 而一旁的栗子 却反而没好气的骂了几句 冷笑一声走开了 不一会儿她又走了出来 像个没事人一样 向春海问早 看见桌子上 自己那份早餐 还问春海 有人来过吗 随后她看到电视里的新闻 更像是第一次看见一样震惊 嘴里念叨着 玛丽你怎么能这么做 说着就跑了出去 春海发现栗子的门没关 好奇的走了进去 不料在栗子的衣柜里 发现了新闻里 凶手的那件花裙子 又是一周过去了 这天春海到千姐的家里 找到她 商量之前工作的事情 她觉得无论如何 都应该开始工作了 之后她和千姐两人 共事了一天 晚上回家时 春海在路上遇见了栗子 她感觉栗子的样子 有些奇怪 于是跟了上去 一直跟进了夜店 春海问她 为什么不回家 奇怪的是 她声称自己叫做玛丽 接下来她一系列 奇怪的举动 更是把春海吓得 离开了这里 回到家后 她在栗子的房间里看到 墙上用红色的大字写着 我是玛丽 惊慌中 她又不小心 打翻了一旁的瓶子 里面的硫酸 泼在了她的脚上 让她再次发出了惨叫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春海觉得 无法再继续住下去了 于是收拾东西 离开了这里 她找到了千姐 希望能住在她这里 千姐也是欣然 接受了这个请求 给她安排了一个小房间 随后春海独自 在房间里 翻看着他们的日记 突然栗子打来了电话 喊着让春海救救她 玛丽不肯消失之类的话 春海决定还是回去 但被千姐阻止了 她希望自己也能帮忙 春海就把最近发生的事 告诉了千姐 她说 有些受父母压迫的孩子 会为了保护自己 创造出另一个人格出来 丽子也一定是这样 千姐希望能一起帮助丽子 这天千姐的朋友 再次找了过来 表示自己到现在为止 一次都没有见到过 这个声称是代理人的西村丽子 千姐让春海先去二楼等自己 自己单独和朋友谈 没想到丽子突然出现 趁他们不注意 悄悄持刀劫走了春海 他把春海带到了一栋大楼里 点上了许多的蜡烛 然后跟春海说 让他打电话 把千姐的朋友叫到这里来 而另一边 发现春海不见了的千姐 跑到春海的家里找他 门没有关上 他走进去喊春海 但是没有人回应 走到丽子的房间 千姐也看到了墙上 那几个红色的大字 突然一个人穿着花裙子 从衣柜跑了出去 千姐反应过来 在门口抓住了他的手 可惜没能抓紋 让他给逃走了 这时千姐接到朋友的电话 得知了他要去一栋大楼里 见西村栗子 朋友到地方后 没有看见人 寻找时 被栗子从暗处用刀划伤了脚腕 瞬间失去了行动能力 被逼到角落后 栗子连刺了好几刀 朋友当场毙命 一旁的春海 突然接到了千姐的电话 千姐也正在前往这边的路上 春海赶忙说千万别过来 还没等他说完 栗子夺过了电话 用春海的声音 看着救命 说玛丽要杀自己 春海看着眼前 被玛丽控制着的栗子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方却说 他们一直是这样的 春海只不过是在车祸后 忘记了而已 原来小时候被虐待的春海 是栗子和玛丽帮助了他 杀死了他的母亲 从那以后 他们三人就成为了家人 约定好了会一直帮助春海 不久千姐赶到了现场 但也被栗子突然袭击 中了一刀的千姐 看着眼前穿着花裙子的女人 却喊出了春海的名字 春海愣住了 望向一旁的镜子里 是一个穿着花裙子的春海的样子 原来从一开始 就不存在西村栗子这个人 栗子和玛丽 分别是春海的第二和第三个人格 杀死路边的宠物狗 杀死李湘故事 杀死千姐的朋友 以及刚才袭击千姐的人 其实都是春海自己 春海一边想起来这些 一边将刀刺进了自己的身体 直到警方发现了这里 楼内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大楼里和存活两人 都及时就医 没有生命危险 案件过后 千姐已经恢复了意识 但春海的伤势更严重 春海老家地盘下母亲的尸体 而春海一直以来 都靠母亲留下来的钱过着日子 从日记来看 他似乎一直以为 这些钱是母亲的汇款 警方分析日记本后 在上面找到了四种不同的笔记 他们认为 这是小时候的第四重人格 理论上不会苏醒 后来千姐突然想到 那天在房间里 抓到过那个穿花裙子女人的手 手上有着许众的刀痕 而在大楼里 穿着花裙子的春海手上 却是干净的 千姐又在春海的家里 找到了一张储存卡 里面储存着之前见过那个叫惠里的女孩 被理事长强行那个啥的视频 这下千姐恍然大悟 第四个人的笔记来自惠里 这是春海在玛丽这个人格的时候 认识的女孩 千姐想告诉警察 但他们想先等春海醒过来再看 千姐感到事情很危急 于是独自赶往了那个理事长 所在的演讲会上 与此同时 医院内的春海突然不见了 惠里受到玛丽的影响 决定向理事长复仇 房间里那几个红色的大字 我是玛丽是惠里写下的 她成为了另一个玛丽 在会场的某个角落 惠里穿着花裙子拿着刀躲着 千姐跑到了现场 到处找惠里的踪迹 正当理事长独自待在二楼时 惠里出现在他旁边开始袭击他 千姐想要阻止 但距离太远已经来不及了 当他正要刺下致命一刀时 春海出现拦住了他 很快警方就带走了他们 千姐和警方交谈时说道 也许玛丽想在惠里的体内 培养出一个和他一样的人格 但春海和丽子想要拯救惠里的灵魂 不希望他走向同样的道路 之后千姐到治疗的地方看望春海 现在春海已经知道自己做过了什么事 千姐告诉他 自己能够看到春海和丽子 两个人格细微的区别 在车祸的当晚 他看到了春海的其他人格 为了保护他 在车祸发生时 占据了他的意识 春海没想到千姐居然这么懂他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慌张的闭上了眼睛 确认自己清醒后 再次看向了千姐 他欣慰的笑了 千姐不是他的幻觉 是一个真实懂他的人 千姐和他相约 自己还会再来看望他的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怎么说呢 不管你们信不信 涛哥开始就想到了人格分裂 不过好多人格分裂都是后天的 都是因为身上环境形成的自我保护 总的来说呢 这部电影 喜欢没恐怖画面的小伙伴 非常适合观看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